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画这个还是这个善念 上次因为我在课里面讲过 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发明一个这个方式 我觉得非常的 我那么多年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如果今天要表一个这个圆的东西 圆很讨好 我在上讲风水里面呢 它可以代表禁止 可以辟邪 可以避煞避邪的 那么但是这个圆呢 要表的时候呢 非常的贵 因为它要把周围要用圆规打起来 很贵 那么现在做好的 那么这个呢也不用表了 这个也有了 直接放进框就好了 那这个非很便宜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温哥华 就我画一张这个 然后我表成这样子 大概就要一百块价币 就做成这样子已经要一百块加币了 所以那个才几块钱 所以说我就发觉这个很方便 但是小先就是它旁边不要阴出去 我会把这种讯息呢 告诉我们台湾的还有国外的朋友 可以在这个网路上可以购买 可以购买 很方便 第二个今天呢 我还是利用这个圆的这个扇面呢 来看画一什么图 那么首先呢 我将画一个最基本的竹子啊 还有呢很多人道歉 目前还是鸟类画不好啊 那我再画两小鸟 然后我们来画两小鸟 先调出一个绿 绿路来啊 我们可以复习最最基本 也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呢 反而是一个最一二三四 这边要小心 referee 就要出去了 这边就要出去了 到边上小心一点 看啊 本 这是杆 然后枝 枝完以后 叶枝 对 这是叶枝 出来啊 叶枝 杆枝 这边它三叉 一二三 一二三 就在这里啊 我们这里再复习一下 这个东西不要倒进去啊 它是顺着走的 立进去是木本 顺着走是竹本 我们这些方面呢 我们还是在复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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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边线上面我们画画画画的 下面是边上这些东西 我们要特别 小心一点 它 会出去了 好 好 的 好 好 好 诶 诶 这是用中锋 换的 那么什么时候我就这片叶子也是 刚冒出来的时候 比较挺的时候 就是叫做黄啊 那后来呢像这个笔法呢 是岭南常用的 他用三马笔 把笔会撤锋出来 我们现在 我们都可以运用 都可以运用 看这个 孙天的 黄色 黄色 黄 然后呢 它光一个黄呢太薄了 那么我们会在它 头上换点颜色 前面呢打点咖啡 打点咖啡 嗯 再让太亮了 再沉一点 打点墨 这就是一个 小竹叶 一个小竹叶 然后呢 你看这也是 也不是竹叶 小叶子出来 撤锋出来 那这里 也是一个像竹片一样的 像叶片一样 下来 这头部 然后它的身体 前面重点 好 在这里啊 它最后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是它的背 背部 然后 然后 这里 因为我是黄 我比我原来的蛋 所以我没有关系 我就会 让它压它 如果我自己颜色比较重 它比较浅瘦 我就会让它 哇 这个翅膀 吃过来 好 试试看 那我们投完了以后 我们用 这样 用比较小的笔啊 画 在 这刚好在缺口这个地方呢 画一个 画一个圈圈 但缺口朝前上方 它不是瞳孔 它是我们的反光 它是我们一个眼球黑的反光 所以看啊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 这样一个圈圈 然后 画眼眶 然后 大 四分之一 要染色 然后出去 那么它要拉在眼 拉在我们的眼睛的下方 一定要拉在眼睛的下方 然后 扶上去 好 眼睛下方 上去 扶上去 好 如果 一个张 一个又闭 如果说 这个 闭嘴的 那这个 就是张嘴的 我们两个 一定要有变化 一个闭嘴 一个张嘴 跟夫妻吵架一样 一个 一个骂 一个不要吞声了 那 那 这完以后 我们 这里 短次 一二三 短次 长次 一二三 你看 它在这边 超过它 背起来 我们怎么说 背 在这个来讲 只有这个 翻过来 只有这个 是重的 其它是浅的 其它是里面的毛 是浅的 那在这个地方 小心 那这边呢 你看 你要顺着它 出去 该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它乘以把扇状出去 要想好 它可能哪里有 哪里没有 想好 想好 下去 这些会长小 花鸟的时候 要比较动物东西 稍微细心一点 细心一点 那么好 我们 完成后 它的 它的尾巴 尾巴就顺到它下面 这个比较咖啡一点 是背 背 背比较咖啡一点 里面呢 是 我们等一下 是用灰的毛 这样子出来 那这个呢 要顺到这个中心线 中心线 出来会到这边来 会到这边来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把它的 瑞刺化成 瑞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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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可以用 重毛 用干淡的 干一点 淡一点 干一点 淡一点 是一个扇形 一 二 三 四 五 你看 扇出去 越来越小 扇出去 然后 在这个下面 那 邵医圈老师的特色 就是 拿这个 沾水 撑出去 那 那 那是比较蓝的方法 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我们把笔加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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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在哪里 倒回去 倒回去 可以用两笔 然后呢 插毛 伸进去 一笔 五笔 插毛 这样 可以表达 外重 略轻 外重 略轻 这里是重 然后 一 中上下 中上下 这样出去 中上下 中上下 像龙人穿梭一样的 出去 那这里就是 一笔就完了 你看 这样就是他的 他的脚型差不多了 好 那么下面最难 我们画画到最后 多半画了 太胖太瘦 变形 都因为肚子 都因为肚子而变形的 出问题了 都是因为肚子出问题了 好 那我们 注意到一点 特别 其实在强调一点 就是 挺胸 收肚子 挺胸 收肚子 因为 它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膝带 那这膝带呢 是大头在拳的膝带 大头在拳的膝带 好 那 我们现在有两个 两个 比法来 来处理哈 一个呢 我们比较 我们训练 我们可以先打一个 我不用画了 但是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这大头 这头大 你看这边很大 大头在这边 小头在这边 所以这边会突出去 挺胸 肚子进去 收进去 如果你画到这里来 肚子就大了 就完了 所以 这是期待 挺胸 收肚子 然后再处理 它就会说 胸 胸都大 那么画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公笔衍生过来的最基本的笔法 叫 施毛法 那就是这样的话 一 然后呢 这是中线 所以它只有向上 没有向下的机会 二 三 从这里啊 这是中 中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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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逐渐逐渐上去 那我的笔呢 在墨会 逐渐逐渐淡掉 逐渐淡掉 它会没有了 空了 你看 这样的 这样初学这样的时候 比较不会失误 比较不失误 比较不失误 好 那同样的方法呢 好 那这里 这里这个圆 那这哪里中间 这中线 所以这里是中 左 右 这样慢慢施毛 出去 出去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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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会 就是中 这边向左 这边向右 这样 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 初学者会比较牢靠 那么 像我们学到 比较老练一点的时候 一笔就完了 我一笔就下来了 拉回来 这样就完了 跟那是一样 只是你熟练以后 拉回到 知道在这个地方 一回来 就完了 这是 这个是 血液法 然后这个丝毛法 往上一回 一回 一过去 龙蛋都出来了 二分之一 这个鸡蛋 连到这里 二分之一 从这里开始 长脚出去 它有个脚出去 向后退 向后出去 出去以后 又再回来 那在这个地方 淡淡的 下来 这代表它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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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要用的 小鼻 出去 回来 一 二 三 前面三爪 后面一爪 上面一爪 注意到 它这这样的 三爪在前 十指在后 拇指在上 它又退化了 跟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 很多人画了以后呢 拇指没有画 只画了三指 后一指 这个没有 这边没有画 那不管鸡 任何鸟类 长得很高 我们要理解它的 生态 在这里 一 二 三 回 停吧 下去就 弱笔就算数 不要再 不要犹豫 你看 这就是 这一趟我主要画的 还就是为了说 把鸟 给大家 复习一下 因为发现每个人 在鸟方面都 都出问题 都会 不好看 都有问题 那么画嘴巴的时候 小心一点 带一点小心一点 那好像画出去 音乐 尽量在靠里面画 慢慢再染出来 这边镂空 不要画到底下去 啊 嘴汗 身体之间 留一段 我们画张嘴的呢 有张嘴的时候呢 给它一点这个 红的 这个 一个小小舌头 它会更生动 很生动 那画的时候 不要太用力 然后就 点一下就完了 好了 不要太过之 它就 会 会 嗯 音调 有时候 那完以后呢 我们 可能 有时候 这个翅膀 有时候画 有时候不画 啊 我们画它 怎么样呢 一个小尖头 有时候帮助它 如果你这边画得不太对的时候 这边尖头 上 下 它出去一片小尖头 就代表那个尖头 就代表那个尖头 出来了 所以我今天呢 目的真正来讲 是为了 在把握这个鸟类呢 做一个复习 复习的东西 本来这样子呢 光牵个饼 它什么 它 如雀徒 眼睛 就算完成了 我们来 再多复习的东西 多复习的东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五 六 三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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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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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这个乐器 我們畫 後畫重的時候 前面也不光說 前面要在上床 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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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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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